其實在我遇到我先生之前 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我就跟媽媽說 我應該會工作到老 然後陪在妳身邊 我想我這輩子不會結婚了 可能失望吧 或者是沒有安全感 我覺得遇到對的人 妳也會成長 妳會發現 幸福其實自己有責任 如果妳是依賴別人 給妳一個幸福的世界 我覺得妳就很難幸福 那妳在結婚前幾年 妳母親對於妳的人生幸福 跟幸福這件事情 她有過什麼叮嚀 我媽就是會比較擔心我 因為在感情的路上 不是很順遂 她經常看到 我的結果就是在哭 所以 她很擔心我 然後我自己都很擔心我自己 所以其實在我遇到我先生之前 我已經做了一個決定 我就跟媽媽說 我應該會工作到老 然後陪在妳身邊 我想我這輩子不會結婚了 我覺得可能就是掉太多眼淚了 然後對愛情也是可能失望吧 或者是沒有安全感 那我覺得可能是自己一直在感情上面 也不夠成熟 那我覺得後來 我覺得遇到對的人 妳也會成長 妳會發現幸福其實自己有責任 其實幸福也是要自己去創造的 而不是如果妳是依賴別人 給妳一個幸福的世界 我覺得妳就很難幸福 因為其實妳自己也要能夠去改變 我覺得幸福不等於錦衣玉石 那也許對某些人可能是吧 我覺得這是價值觀的問題 我們家裡其實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家都是那種怕什麼沒有關係 大不了我們一無所有 我們從小就是一無所有來到這個世界上 我們從小家裡就很貧窮 我媽媽有時候我工作上如果生病 我媽媽都說不要做了 沒有關係